啊 是的 将近三年前在漫威最低潮的时期 有两部超限制剪影集救火了这个频道 黑袍纠察队以及爱死机器人 现在这两部作品形成一个血肉与黑色幽默交杂的混合体 动画新作黑袍纠察队恶魔就这样热腾腾出炉 让我们在黑袍第三季孰假出来之前先甜甜胃口 而且不像爱死机器人第二季 这次一点都不让人失望 大家好 我是超力防 感谢点进这部影片的你 如果你出来乍到 只要点下订阅就可以加入这个邪教 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制作最新影视解析 让你永远跟上话题 今天当然就是要来聊聊 我忍不住一口气看完的黑袍纠察队恶魔 虽然这个标题让人再次感叹台湾翻译不知道在干嘛 但这个动画短片试选集 如同当年的骇客人物动画特辑 每一集都找来不同的制作团队 创造一个黑袍纠察队宇宙之中的故事 而这次更是找来长期的成人喜剧伙伴 Set Rogan跟Evan Goldberg 加上Jeff Bezos爸爸多到花不完的银子 绝对是人才积极 瑞克与莫蒂创作者 几位好莱坞当下最红的喜剧演员 甚至漫画原创作者Garth Ennis都有贡献 而每一集都致敬不同的动画 动漫或卡通风格 既然是每一集都独立的影集 那就依照惯例 在点评的同时顺便告诉大家我的个人排名 就让我们从第八名开始 我知道瑞克与莫蒂团队制作的一集 居然是最后一名 显然我没有200IQ 不过认真说这次真的每一集都够精彩 Justin Royland带着他瑞克与莫蒂团队 制作风格几乎一模一样的这一集 讲述一群有超能力的青少年 但因为他们能力实在太逊 被父母直接抛弃 待在一个类似超人类孤儿院收容所的地方 在沃特7也被揭露注射化合物 V到婴儿身上来制造超能力者之后 这群青少年愤怒地集结起来 打算去找父母报仇 作为一部Justin Royland的作品 其中当然是会有许多荒谬又恶心的幽默 其中的角色能力更是可以看得出 他是先吸了好几口之后想出来的 有一位全身只有一片大舌头 但是没有骨头所以站不起来的女孩 还有一位能够变身成任何动物 但是变身之后IQ也会跟着下降的人 有只超烫淡淡的男子 可以实质意义上给人掉茶包 或是慢动作人 Royland自己也有客串配音其中一角 那个角色非常善于找文件 不过这些能力虽然费杀其人来时 却又异常的血腥欢乐 当然了Royland也发挥他突破第四道墙的幽默 给予其中一个角色叙事者的能力 让他叙述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情节 这可说是最实质好笑的一集 让我们看到光鲜亮丽英雄以外的 霉屁用超能力 也颠险一个苦涩的事实 有多少父母都利用小孩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甚至连小孩的安慰都在所不惜 最要好的朋友这一集非常的口味特殊 故事由阿库菲娜撰写 饰演一个没什么自信心的边缘人少女Sky 某一天被朋友逼着香药头买大麻 也顺手拿走一罐V化合物 回到家直接喝了下去 原本以为会得到超酷的超能力 结果竟然 宣出一只会讲话的便便 哦对了 然后这一集风格还走一个卡通频道路线 但请注意这不是单小狗英雄德克斯特实验室那种经典画风 而是近几年刻意可爱浮夸的表现 还有各种表情符号 对就是这样 我们在这一集之中就如此看着Sky 与Sky便便被沃特企业追寻 同时发展真挚的友谊 当时还在努力回到七巨头的潜水网 还有出现客串 显现这个角色有多悲哀 还要处理这种烂事 其实这一集没什么突出之处 我没把他们排在最后一名 可能是他真的怪到有点风格吧 不过阿库菲娜依然还是很尬 可以拜托演一些别的类型角色吗 下一集直接找回黑炮救察队漫画的原作者Garth Ennis主导 画风也有些模仿原作中带着强烈阴影的风格 不过我也不禁想起骨头是有的凯洛与塔斯黛 而这一集的剧情就讲述Butcher拜访七巨头的药头 要他再给奇迹男的海洛因之中加一点调味料 在Butcher的威胁之下 这药头也只能照做 结果当然是非常不愉快 或是爽快 看你是哪种人 当然任何有看过黑炮救察队原作漫画的人都会知道 影集其实已经过滤不少元素了 原作更为扭曲猎起于黑暗暴力 有时候其实有点过头了 而这一集也的确展现出漫画的那种黑暗感 让我们看到许多影集之中没有出现的英雄 也更加显现沃特须有其表的公关操作 以及诸位英雄私下堕落的一面 更重要的是 原作漫画之中的Hughie就是依照Simon Peck形象设计 然而影集终于制作的时候 Simon Peck已经太老了 这一集终于让粉丝如愿 抓来Simon Peck配音Hughie 只希望影集第三季可以还原更多漫画的猎奇成分了 从其中一集的标题超级高潮来看 真的可以开始期待了 由 Seth Rogen亲自撰写 这一集基本上就是在直接致敬 230年代最经典的Lunitunes卡通风格 而这一集一样没有任何台词 靠着夸张的身体比例和脸部表情 强调角色的肢体动作 再搭配可爱的音效 还有跟着角色行进起伏的音乐 甚至还有画面杂炫和闪烁 故事聚焦在沃特的超能婴儿实验计划 有一名雷射眼婴儿一直无法找到掌控能力的诀窍 于是高层决定将它终结 此时早已与他建立起感情的实验员 于心不忍将他从沃特大楼偷渡出去 就这样展开一场横跨好几个街区的追杀 而这一集直接让我们看到 之前在影集之中有暗示 但是没有直接看到的沃特恶行 也发挥了老派卡通的精髓 出现各种极为凑巧的事件 让这处动画场景不断转换 一步比一步还要荒谬 更是在所有集数之中最暴力血性的 血浆直接喷好喷满 直接与可爱的风格做出对比 追集采用了法式漫画动画的风格 故事基本上就是没那么恐怖的整容液 讲述一名普通的男子 Boyd为了追求隔壁女邻居 自愿当沃特新产品的实验白老鼠 这个产品就是结合了化合物V的保养品 一擦上去就能让你化身你最想成为的样子 我们看见Boyd化身成为一个肌肉棒子 也成功追求到了邻居 没想到那名女子后来也无意间涂了保养品 变成了猫女 实质意义上的猫女 这对奇特的情侣瞬间爆红成为完美情侣 故事就这样变成了对于社群媒体的警示预言 他们当然是享尽名利荣华富贵 然而却也与彼此越来越疏远 成天盯着自己的手机 唯一的共通点就只剩下那V保养品 也因为越来越失控的形象 与沃特出现利益冲突 不用说当然不是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JG再次提出了一个问题 在这个大多数时候只看表面的时代 你愿意为了这样的表层牺牲什么 约翰与善机这一集动人凄美的故事 由Andy Sandberg主导 没有错 荒唐警局的那个Andy Sandberg 刚提到了韩国的整容役 这一集就直接致敬了韩国网曼的风格 讲述一名沃特清洁工 为了解救他癌症末期的妻子 偷了一罐V化合物直接注射 妻子善机的病虽然好了 却也长出完全无法控制的蓝色触手 这在八集的黑袍纠察队恶魔标准 愤世嫉俗之中大概是最诚挚的一集 当然V化合物这个贯穿一切的神奇药剂 还是展现了超能力丑恶的一面 不过如果你能够用奇迹一般的方法救回你的终身伴侣 难道你不会吗 而这集也可说是最有象征性的一集 善机体内的触角越来越失控 到后头甚至直接脱逃成为开始吞噬一切的怪物 也就代表这样似乎为一切笼上一层阴霾的重症 然而逃避并不是唯一的解决方式 这些记忆并不会消失 只是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给予力量而已 还记得我们在第一集听到Madelline提到的英雄 这集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他与爱人努比亚相遇的故事 在暴揍反派之后就犹如干柴碰上烈火陷入爱河 这集的风格就最像日式动漫了 而我会如此喜欢就是因为他不如其他集数过于阴沉厌世 用力刻意塑造尖锐的幽默和暴力 这就是一个关于家庭分裂的单纯故事 努比亚王子和努比亚这对夫妻明显是刻意仿照漫威的黑豹 以及暴风女设计 然而他却让我们看到爱情没那么美好的一面 多年之后这对夫妻虽然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却也一回家就开始吵架甚至谈离婚 于是女儿只好去找他们当年的劲敌 恳求他找夫妻两再度挑起争端 让他们重新想起当年一同战斗的燃烧烈爱 这集又再度显现这个世界的超级英雄 以媒体塑造出来的形象 我们之后才发现原来他们当年的打斗都是C好的 努比亚和王子的口音也都是假的 十足讽刺现代许多透过制造争议来博取眼光的公众人物甚至企业 不过更吸引我的是其中在超能力之下透露出的日常 有时候我们生活中最大的难关 并不一定是万恶的资本主义或是心法西斯 父母离婚是不少人都曾经历的过去 如何维系多年的感情更是所有伴侣都面临的难题 家家有本难念的景 有时候连英雄最大的考验都是顾好自己的家 最好看的一集也正好是最后一集 1加1等于2 由无敌少侠主力团队制作讲述护国超人的起源故事 我们看见他第一次踏上沃特的舞台 聚光灯就被当时还是七巨头头头的黑侠给抢走 看他眉头一皱对于舞台被抢走只是有点不爽 而那时还年轻的Madeleine给他灌输了一定要成为第一名的想法 接着我们看到护国超人第一次任务 某个激进人成组织的化学工厂绑架了其中的员工 护国超人前往处理却甩不开步步兼实的黑侠 这一集最有趣之处绝对就在于让我们看见护国超人起初 其实是真心想要做好事的英雄 他在处理犯人的时候并没有动用暴力手法 只是把他们给束缚 看到他们拿枪指着人质原本也想好好谈谈 不过他的一时失误害死其中一名人质 就在这一瞬间 沃特在他童年对他做的各种惨无人道的实验一一涌上 眼神一沉 在没意识到的情况下做出更为害人行径 十足展现出他脆弱的自尊 以及摇摇欲坠的精神状况 最后黑侠出面 但也不是来小以大意 而是来传授沃特企业超级英雄的公关艺术 我们之前虽然已经有稍微认识护国超人的过去 以及内心了 但是这一集真的让他的处境更令人同情 让我们看到他疯狂眼神背后的创伤 让我更期待第三季的推出了 现在就点画面上连接看我介绍另外一部超血腥成人动画 我是超地方我们下部影片见 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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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